穿上全套防護衣 蔡先生要見母親最後一面 沉睡中的蔡老太太 聽見兒子呼喚醒了過來 努力要發出聲音 卻無法清楚表達 91歲的蔡老太太 因心臟病及腎功能 惡化 上個月住進安寧病房 原本回臺要14天檢疫 自主管理7天 但情況特殊 醫院協助申請 蔡先生獲准回臺2天就來探望 經過許可之後 在人員上 動線上 還有防護的設備上 都做了相當完整的準備 感謝她呼喚 長大時對這個家的互助 就是希望說她要放心 在醫院及相關單位的協助下 蔡老太太完成最後心願 見到小兒子兩天後 在睡夢中安詳離世 大愛新聞台中 綜合報導 大愛新聞台中